作詞曲 李宗盛 霓虹之夜 就到我懷裡好好地睡一會 別走太遠 還是會被距離拉斷的線 我多想上世紀 砸碎那些被撕裂的過去 和你緊緊地抱在一起 不想再去哪裡 我真的可以見了眼 變了藥 忘了它 愛總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徹底地醒來 我真的可以見了眼 斷了就忘了它 我的心都在 只要你別離開 满城心碎 讓你我無助 無耳朵逃的夜夜 愛的黑夜 憑什麼讓人找不到諾言 不忍讓你看我哭 所以用手夢想你的淚眼 我確定你會相信我的 才會這樣的等 我真的可以見了眼 變了藥 忘了它 愛總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徹底地醒來 我真的可以見了眼 斷了就忘了它 我的心都在 只要你別離開 王軍因為受不了老婆出走 並在外面賣淫的刺激 奉而將老婆殺害 並將房子租給一對姐妹花 安琪與琳達 安琪與琳達串聯行騙 竟然騙到了鐵頭母親 鐵頭母親既往不救 希望兩女成為自己的媳婦 三人卻發覺所住的別墅 英氣森森 鬼影沖沖 他們不知道惡鬼房東 又對一名離家在外的淘妻下了毒手 甚至把目標指向了他們 什麼事 神ival閒 dre reactions 鬼弦 辱蜂 神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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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你就偷偷跑出来 你想干什么 吓人还是偷人哪 你这样 人是偷不了了 你就认命吧 乖乖地待在我要你待的地方 这样我才不会生气 懂吗 不懂也要懂 你没得抵抗 老公的决定才是决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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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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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 是什么东东啊 好 阿公 林塔遇到鬼 對啊 正好妳也有去那間家 林塔在那裡損一聲很大聲 妳就衝一下 她有穿衣服 我媽又一起進去 說不是只有一個人 有時候在那裡損一聲 有時候在那裡的房間 我們來的母親戚無宗 他有說那個鬼是洗水什麼樣的 啊唷 嚇到我還要嚇死了 還有上次去看鬼洗水怎麼穿我 連安智也說他去帶著鬼 這個鬼壓人我是聽過 人壓鬼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臭小子 我看這間家有問題 你是警察喔 為了要保護我將來的媳婦 你要好好去調查這間家 媽 警察關不到鬼啦 我無管啦 為了你將來的行為 我叫你怎麼做你就去做啦 來 我來扁搜一下 慘了 先是被騙錢 現在又要我去調查鬼 不過我倒是覺得你媽媽是用心良苦 我也贊成你去調查 你講 如果那兩個女孩子 就是騙你媽媽錢的人 什麼房子有鬼 我在猜會不會是他們弄出來的手段 想要訛詐房東 有可能 應該先調查他們的房東 為了我們臭小子的未來的媳婦 加油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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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ほど 不要難過了 不要難過了 你有一個賭鬼的老公 我有一個賭鬼的老伴 他們都一樣 只會跟我們要錢 不一樣的是 你可以跟你的老公離婚 我卻不能跟我的老爸 託你父母的關係 來 不要難過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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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st 穆 穆 踩 踩 我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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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当见我 旧那路啊 天地醒我 小心点啊 已经到家了 不要把房东吵醒了 不要把房东吵醒了 房东是不是个男的啊 好像是吧 没没 这些好东西 就知道拉大女人 好啦 不要闹了 已经到家了 赶快进去吧 好了 到家了 快点进去吧 等一下钥匙啦 找钥匙 钥匙咧 阿玲 妈妈 看看 看看 妈妈的心肝宝贝 乖不乖啊 乖 妈妈好想你哦 什么神秘 阿玲啦 小天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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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我剛去找我朋友了 我們昨天撒冬了我眼睛 我才不敢敢 你這個不真人啊,你... 你...你帶坑坑去叫中 你是要怎麼做人老爺啊? 請你不要追茫茫 要怎麼做人的老婆 你走啊!我不要看到你 你走啦!你快走 我沒錢,要怎麼走 你怎麼走? 這個婚人 你走啦!你怎麼走啊 你不要急著我 你走啦, 原來你叫我走啦 你走啦 你走啦 為什麼那個女的說話跟你那麼像 為什麼她跟你一樣不要家庭不要老公 一樣的賴一樣的賤 為什麼女人都這麼不聽話呢 可是你不一樣 你已經受到了教訓 那個女的 她還是一樣的傲慢 一樣的囂張 怕你無聊 我已經決定找個人來陪你了 像你們這種不聽話女人就應該關在一起 這是你們應得的報應 你就快有人跟你做伴了 高興 說謝謝 你不說謝謝 我還是會做我該做的事 謝謝 媽媽 最近跟妳未來的媳婦搭訪好嗎 下禮是下禮啦 就這樣一天開始煩惱… 不用煩惱啦 如果妳怕老頭不去家 我來嚇壞我們不去家 不用啦 我們老頭也不會這樣補好 我在想說 安吉人家的家老闆 是有點怪怪的 是怎麼說 阿桃 有一天… 請你吃水果啦 謝謝 你自己吃喔 沒人可以照顧喔 阿太太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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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了 很久了 沒有消息 可憐喔 千人太太喔 還好漂亮喔 不對啊 前兩天喔 我才看她在安吉的房間 阿爹落頭門啊 她沒走啦 眼花看錯了啦 不會啦 我也看錯 我看見明明是相比這個人啦 那個家老闆 嚇壞說我是白酒火啦 看不中她啦 說什麼說是她沒走去啦 明明我看見她沒喔 不然我還跟她說話呢 還說我說白痴啦 那你之前不是說 琳達跟安吉有看過過嗎 不是啦 我看喔 他這個家老闆想打氣了啦 想打氣了 就說什麼她沒走去 讓人相信她沒沒 或是要緊急讓人相信我 我才不知道 欸 阿爹 要跟她拚 不要輸喔 加油 加油 喪子哥 你在想什麼 如果是文英在的話 她一定會說 這件事情怪怪的 那個房東在說謊 超頭媽媽看到是鬼 來深淵 我往往都會被她猜對 欸 不是說那些文英厲害耶 你母也真厲害耶 我看喔 那個廚頭嫂一定有文英 好啦好啦 看在你這個謝民 備份比我大的份上 我一定去調查看看 你們有沒有認識人想買房子 你房子不是已經租給我們了嗎 想反悔就說一聲嘛 誰給你們拐彎抹角 我反正要出國了 房子留著幹嗎 那你房子要賣多少錢 這麼大的房子 市價是兩千四百萬 不過現在不太景氣 算兩千萬就好 只要是你們介紹的買主成交的話 我讓你們抽一成 真的 兩千萬的一成是兩百萬的 我拼了老命啊 也要找到一個客戶來買他的房子 你等著 來 琳達 這麼漂亮的房子賣給別人 你捨得嗎 像我們這種窮人哪 只有在旁邊吞口水的份 哪有什麼捨得不捨得 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可以再打個折 算你一千六百萬 交情價 點個頭現賺四百萬怎麼樣 算了吧 我現在自己都缺錢缺得要死了 別客氣了 憑你們的條件啊 削楷子跟吃豆腐一樣 每個男人都像你 削到了有什麼用啊 天底下只有男人欺負女人 騙女人 不要那麼偏激 昨天晚上在門口 我看到你跟一個男的吵架 聽了幾句 好像是你老公嘛 求你回去了 就差吃定我 我才來不及賺 我現在缺錢缺的 哭都哭不出來 缺多少 五百萬 什麼 你想借我 五百萬小意思 廢話 你當然是小意思了 少在那邊說風涼話 如果我肯幫你呢 今天晚上跟我去一個地方 我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困難 你少糊弄我了 本姑娘是不賣的 不要把天下男人都當成壞人 我只知道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幹嘛幫我 別告訴任何人 安妻也是一樣 免得他伸手跟我借錢 我可應付不了 王大哥 你怎麼不說話了 你不是說 可以幫我解決我的問題嗎 一個女人 丟下老公孩子自己跑出來 這個要心狠 狠心才做得到 什麼心狠啊 狠的是男人吧 沒有他們逼 我們女人哪會出來啊 我要是有個像你一樣的老公 我就在家裡做少奶奶了 你老公真的那麼壞 全都是他的錯 一個賭鬼啊 他只需要我拿錢回去給他賭博 沒給他錢 我就挨揍 我們之間 完全沒有夫妻生活 沒有夫妻情趣 沒給他戴綠帽子 就算對得起他了 既然是這樣 當初你為什麼要嫁給他 選了他你又嫌他 年輕的時候瞎了眼 不懂得看男人 像現在 誰騙我 我都知道 沒用 那你看我是誠心要借你錢 還是糊弄你啊 這個嘛 就有待觀察了 反正陪你散個步也不會少快肉 那我也要觀察你 看你是不是值得幫忙 還有啊 你老公是不是真的那麼可惡 我看這樣好了 你撥個電話給你老公 讓我跟他說幾句話 證實一下 你這算什麼觀察 你根本在刺激他嘛 怎麼 你不敢答 那乾脆忘了一件事情好了 好吧,就讓你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貨子 喂?阿明是我 你不要一天到晚開口閉口知曉得要錢好不好 你是要逼我去賣你才高興是不是 我不要跟小孩講話 我只是要告訴你,我要帶小孩走 對,五百萬有著落了 你是不是想後悔啊 你怎麼看 沒錯,是男人拿錢給我 你想怎麼樣 反正你只是要錢而已啊 對,你就是一個爛人 你只知道壓榨我 你從來沒有對我好過 我有你這樣子的老公 正是全天下最倒霉的女人了 王大哥,他叫阿明 我懶得跟他囉嗦 要問什麼你自己問吧 喂 來 給你戴的帽子 也是你逼我逼出來的 是你打我打出來的 王君 一條褲被你打久了 也會離開你的 給你戴的帽子 也是你逼我逼出來的 是你打我打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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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君 一條褲被你打久了 也會離開你的 王君 你好狠 說要簽離婚協議書給我 為什麼給我的是死亡證明書 為什麼 我好嫩 你有沒有來陪我 幹嘛 你不高興你不要摔我電話 來 你怎麼會想起來 你你怎麼會想跟你講 吵一把你 你不要想像鬼一樣的 突然出現在會嚇死人的 對不起 我等你很久了 你趕快走吧 房東看到會生氣的 有什麼事都怕過來找我 不行了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你們一定要趕快搬走 拜託 你除了要我搬家以外 可不可以找一點新的話題 不是啦,我是真的關心你 你不覺得你們的房東看起來很詭異 你們一定要趕快搬啦 少煩啦,你要是想追我的話 就晚上抽時間到Pub裡來 到時候我們有的是時間多聊天多了解,可以嗎? 安琪小姐,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我看到你們那個房東晚上抱個女孩子 上上下下的 她還一直跟她說話 然後那個女的,她也不理她 然後她的動作就是這樣子 感覺很恐怖 你是怎麼看到的,我... 我偷看到的 那你就繼續偷看下去啊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新的證據,再來告訴我 如果是真的,我就馬上搬走,OK? 真的?如果有新的證據,你就搬 當然,你這麼好心,這麼能幹 我就拜託你啦 你說死者生過小孩兒 沒錯 任國阿姨的政頭啊 有掛著手指,掛著很久的這個痕跡 我想應該她是一個,結果分的流行 另外,要還有她的生活,結果 有那種打給她的最問題 可能是不信家庭的受虐婦女 不管怎麼樣查出她的身分是當務之急 不是要找老婆,找女兒家屬嗎?通知她們過來 通知她們過來 鐵頭,你稍等一下找兩個人去我那裡 幫司鐵先退出給她自己 好 好 我們草草就是在這座樓的辦公了 草草 媽 你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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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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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 你認識他 是啊,我認識他 他怎麼死了呢 他 他是一個陶家的太太 有一天到帕布里來找工作 我看他很可憐,沒有地方住 就叫他晚上到我們家裡來 結果他到凌晨才回來 可是後來又突然不見了 他在八號晚上十一點的時候被勒死了 不可能 我記得很清楚 他是在九號凌晨三點鐘收到我們家的 還是我親自幫他鋪的床 你怎麼看得貴啊 他突然在我面前消失 突然又出現 他該不會真的是 我可以去你家看看嗎 好啦,好啦,安靜啊 我們早上跟你回去啦 我們早上會保護你啊 哪辦公司 哪辦公司 哪辦公司啦 快去,快去 阿慧 快 唐挑戰 你是在找人還是在找鬼啊 ít陈藝鎮 半夜不怕鬼敲門 有人找人 遇到鬼就跑嘛 你們當警察的也相信有鬼啊 我有個同事 因公殉職 他在死了以後 還繼續回來辦案抓壞人 這種事很懸的 我們現在要找到這個陳淑芬 你幫過他 他應該不會躲 你叫叫看嘛 怎麼叫啊 他的屍體在刑事局 現在叫出來的一定是鬼魂 我也不知道 我在想陳昕最重要吧 用你真誠想幫他的心 試試看嘛 全小姐 全淑芬小姐 你在哪裡啊 出來見個面好不好 全小姐 我是你生前 在旁邊 在旁邊遇到的安晴啊 你出來 出來見個面好嗎 我帶了個警察 來替你申冤耶 全小姐 出來見個面好不好 全小姐 是我 嚇死我了 我去推燈 我去推燈 快點 那怎麼辦 會不會在地下室啊 地下室比較靠近地府 引起不太重 我也可能會躲在那裡 可是地下室的門 房東都上手了 進不去 好可怕喔 你有沒有髮夾啊 掃土了 這天都誰戴髮夾啊 找找看有沒有鐵絲好不好 鐵絲 這可以 刀子不行啊 看有沒有回溫針好不好 回溫針啊 哦 好 黃大哥 你回來啦 你們去哪裡啊 怎麼也不帶我一起去啊 他是 不是說好了 不准帶其他男人回來嗎 你是不是不想住了 他是來看房子的 他要買房子啊 你不是說要我帶人來買房子嗎 我正在努力啊 你好 我姓鐵 一個你握手啊 就知道你是勤儉起家的 三千萬 買得起再看 不要瞎折騰 怎麼可以 你不是想死嗎 怎麼會死嗎 可以 我去 你以為我 就還要自己 你覺得我 你不在意 我也要問到 你不在意 你不會在意 你沒有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你也不在意 你不會在意 你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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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之前打給他的最終電話 旁邊有個男人 馬上查出廖先生家裡 當天晚上收有通聯記錄 他死後 最後一通電話 是從0935 005959 一個叫高美玉的手機打來的 奇怪的是 手機的地址登記的是 安祺和琳達現在住的地方 換句話說 高美玉就是王君的太太 王君 他已經口口聲聲跟外人說 他老婆已經跑了 再去查 他還是標準答案 他老婆跑了 現在又和一個淘氣的命案扯上關係 他在開淘氣俱樂部啊 叫弟兄們去追他老婆高美玉可能去處 既然王君在賣房子 那我們想個別的辦法 去見見這位奇怪的房東 王先生 你好 我又來看房子了 看啊 盡量的看 用力的看 不要看了以後沒錢買 錢是有 不過一棟幾千萬的房子 但是我一定要謹慎一點 所以我帶了一個風水地理師 來幫我看一看 你好 大家好 你買房就買房子 幹嘛帶個槍手來找毛病啊 想要砍我的房價 話不能這麼說呀 買房就跟結婚一樣 是一輩子的事兒 嫁錯郎可是會痛苦幾細郎啊 房子風水是相當的重要 房子格跟人的命格要是不合的話 輕則破財 重則 家破人亡 你說的什麼話 那我住在這兒 是會破財還是會家破人亡啊 王先生您言重了 好 照這房子的外格來看呢 前低 後高 高處又向陽 好 英屬大吉之窄 那照你這麼說 我是不是應該抬高房價啊 不急 我要再仔細看看 不對 不對 什麼不對啊 這房子有一股陰氣亂窜 大熱天的 還讓人覺得不寒而栗 你這屋子 曾經死過人 你不要胡說八道啊 什麼時候死過人啊 不用緊張吧 我說曾經 又沒有說什麼時候 我也沒說那個人 是死於兇殺 或者是老死病死的 你們這種江湖術師啊 就靠這張嘴巴騙人 你要多少錢給你嗎 你幹嗎詛咒我的房子 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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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舅舅那边 在梳头发 梳头发 长什么样子 头发不长 穿着黑色金带的睡衣 对 对 就跟我看到的一模一 怎么 怎么 哪有什么女鬼啊 这儿 我刚才施了一点小法术 让她暂时消失了 不过我感觉到 她死得很惨 你不要乱说话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请你出去 王先生 我也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不需要那么激动 上面 能不能看看 两千万的房子 好好 上去看 上去看 可别再胡说八道啊 我们也不上去了 我说一下 好像你真的看到女鬼了 我是知道你们以前遭遇瞎掰的 不过看来那个房东好像真的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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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铁头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 没有 你呢 我 没有 我也没有 有没有 任正是不能够说谎啊 会被自己谎言给催眠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 没有 等你等 看好了没有 地下室还没看呢 不用看了 地下室买一只死人 有什么好看的 只要看看地下的格局 跟地上的格局 配不配合 这就像女人 卸妆之后的脸很难说的 好了好了 不用看了 爱买不买随便你呢 可以走了 王先生 我观察这栋房子的建地呢 左长右短 这可是会刑期克子 主胸 你没儿子吧 一不小心连你的妻子 都会有血光之灾 重则凶杀丧命 对不起 你老婆在吗 不在 现在人在哪里 你怎么问话像警察在问案子一样呢 干我们这行的人呢 总是慈悲为怀 关心嘛 王先生 劝您多小心 凡事多想一想 对你有好没坏 这是我的行动电话 有任何疑难杂症 欢迎你来找我 看在你一直很尊敬我的份上 免费 打脚 王先生 等我考虑好了再答复你 再见 好 老板 你 有没有卖中古的冰箱啊 我 这台啊 还半心呢 好好好 你同办的房子啊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很快就会不寂寞啊 我为你做的一切 你开心吗 老婆 要不然我留下来陪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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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哥 哥 两位小姐 有没有兴趣 去吃个宵夜喝两杯 对不起 我们要去上班了 那可惜了 本来她顺便谈一谈 琳达借钱的事 等一下 等一下 王大哥 你请我们吃饭 喝酒 这天大的面子啊 当然要去了 对不对 对 对 来 我一个人对付你们两个 一人一瓶 看谁先醉 不能喝酒啦 我一喝就会醉了 在你王哥哥面前醉 那多没情调啊 要我高兴啊 就多喝点 喝得越醉我越高兴 越高兴呢我就越大方 搞不好啊 房子都送给你们啊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长得像吗 满脸的咸味 我看哪 她的女人啊 要想跟她要一千块都很难哦 王哥哥高兴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来 死以前让你们好好喝一杯 聪明就赶快醉 待会儿少受点痛苦 想灌醉我们占便宜 想啊 来 看谁先死 来 看谁先死 走 啊 这个老鬼还真行 他奶奶的还不醉 输十个 十个 输了 喝酒 喝酒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先换个手气 走 手气换好了吧 再划个三拳 输的干掉面前的酒 来 十个 十五 再来 十五 十个 这老鬼怎么不喝了 真的很恐怖 冰箱里面冰了一个女尸体 然后眼睛瞪好大 人家是冰肉 他是冰尸体 好恐怖 就是那个冰箱 就是冰箱 是冰尸体 你说那尸体在哪里 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这样子 跑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看到的 会不会在那冰箱 没有啊 我没有骗你们啊 我真的看到这冰箱里面 装了一具女尸 他会不会变僵尸跑掉了啊 尸子哥 不赶快走不行了 他可以反过来告我们四床命栽 再出复了 你不就看死了 你不怎么看死了 都去哪里了 你不能放到哪里 你不放了 这几天 都跟个人不放下 这里 所以呢 必須再來一趟 不用看了 我房子不賣給你們了 我寧可送給別人啊 也不會賣給你們的 是 是不用看了 因為夜晚站在這裡 感覺這屋子陰氣更重 在這個地方人要是住久了 性格恐怕會起變化 容易走錯路 做錯事 我現在不是好好的嗎 我是不是該砸你的招牌 砸我的招牌 是嗎 那請問你太太呢 她是不是已經離開你了 王先生 請問這是誰的錯 你神經病啊 我懶得跟你們囉嗦 走吧 走 走 走 每一次一提到她老婆 她就跟觸電一樣的緊張 不是好事 她精神很緊張隨時會爆開來 你找機會勸兩個女孩子趕快搬出來 我去鼓動她老婆家人報案 申請搜索票 房子是很好 倒是有個比鬼還可怕的房東 好 你都在哪里啊 出来 出来 出来啊 出来 出来啊 你躲在哪里啊 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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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啊 这个银河真是 来 什么啦 这床怎么湿的 我刚才睡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被子都湿了 臭啊 有死老鼠的味道啊 好可怕 我看我们今天晚上 还是不要睡在这里了 我们去客厅睡 好 安琪 安琪 你不要这样子嘛 说搬就搬 不要再说了 赶快上去拿行李一起搬 我这也是救你啊 也许是 你喝醉酒了 把猪八戒看成潘安 那全是你的幻觉啊 我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姜思站在那里 你自己不是也在浴室里 看过那个书头班的女人吗 这么多有跟没有的 我实在受不了了 如果再不搬 就会被鬼搬走 安琪 我求求你 就算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那个房东 他已经答应把钱借给我了 你才让我把钱拿到手 好不好 就算是为了几个钱 也分不着把自己吓死啊 不要搞到有钱没有命花啊 安琪 五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真的好想赶快离开那个毒鬼 把康康带回来 我真的很想我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他跟着那个男人受苦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不抓住不行啊 好 上刀山下油锅 我陪你 安琪小姐 你不要再犹豫了 这里真的很恐怖 有很多的问题 你不可以冒险留下来 我要留下来陪我的朋友 虽然我们认识不久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你是个很真很善良的人 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 现在已经很少有男人 像你这样用真心去对待别人 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不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也愿意用真心和你做个朋友 做朋友应该先握个手吧 嗯 安琪小姐 我还是要说 你们最好赶快搬走 你不要笑 你们那个房东王先生啊 是个很可怕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老婆被他弄到哪里去了 警察已经怀疑啊 是被他杀死 被他毁失灭迹 你们要再住下去啊 我怕连你们都有危险 没关系 那些警察还是蛮优秀的 他们会注意我们的安全的 李小姐 我是王军 我要订一张到LA的机票 单程的 王大哥 你不是说要把房子抵押给别人 借钱给我吗 怎么开到这里来了 你跟金主约在这里吗 我想了很久 你这个女人哪 是齐心可敏 把房子借给你抵押 不如把房子送给你 到时候你才慢慢还给我 怎么样 你这个女人哪 干脆吧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王大哥 我凑钱是为了小孩 你就不要跟我开玩笑 耍我了吗 你看了就明白 合约书我都准备好了 就差签名 意外吧 你有什么要求 你不是那种会无条件 帮别人的男人 聪明 穿上它 我只会跳个舞 只是穿件睡衣扭两下子 就可以转动房子 要换成我就跳了 要跳你跳 又不是耍猴子 我先签个名 你考虑考虑 不认识吗 我的诚意你都看到了 你的呢 你的呢 你这些是吗 你那么多长期 你会借了吗 他呢 我没有想要 你这么多长期 我看你 你很想要 你不想要 你变成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跳吧 跳得我开心 房子就是你的了 跳得我开心 房子就是你 跳得我开心 房子就是你 脱掉 你疯了 我是有人格的 你当我是鸡啊 房子我不要了 你是什么东西啊 问了一点臭钱 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还有人格吗 你比鸡还不如 下来这里 不要老公 不要家庭的女人 只有下地狱 你去死吧你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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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就回来 你相信吗 林大师为了想找钱 接他儿子想混了头 我怕他会有危险 上警官 怎么办啊 怎么样才能找到哈门 铁头 好 用 先到王军的房间里面搜看看 你去哪里啊 在一起 我知道怎么找到灵达了 你 姐 在逃啊 告诉我你 是逃不掉的 只敢慢慢地死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他应该在这附近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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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你不许动 把刀发下 不要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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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哥 还是找不到王军所说的 他太太的僵尸 交代弟兄多加把劲 一定要把王太太的尸体找到 就算是僵尸 也要把他搜出来 停下来 吹牛啊 老师 今天就要把他掃一样 就让他去 接受他 是 我 还能把劲呗 他 他 你 姓 王太太被殺的時候,怨氣一定很重 她知道王俊又要殺我 所以就變成...變成僵屍來救我 不管她是不是變成僵屍 她總是在保護好人 一個人生前如果個性很正直很善良 她在死了以後 也會繼續做她認為該做的事情 就像我 我也希望我死了以後 可以變成僵屍探長 繼續出任務,抓那些壞人和歹徒 你們認為怎麼樣? 僵屍探長 我還是覺得有人過去移動肢體 為的是夏王俊 讓他自亂正角,比他提早曝光 但是這個人會是誰呢? 你在笑什麼? 沒有啊 我的臉本來就是個笑臉吧 我想起來了,你是第一個發現屍體的 然後也是你第一個發現屍體不見的 但是每一次屍體在的時候 你都不在 是不是你?說 不是,我... 我才沒那麼聰明呢 也沒有那個膽 不過話說回來 我也很希望那些有正義的僵屍 可以到處去找壞人算帳 我死了以後啊 希望也要變成僵屍盜長 倒你個頭啊 好啊 阿嬤 這是當初我們騙您的五十萬 現在還給您 沒有啦,那是我少年 不用那麼金的行為 阿嬤 其實我跟安琦 不是很寂寞的 安琦有一個狗鬼的老婆 我阿嬤也是一個狗鬼 當初真正是為了要騙你的錢 再答應到鐵頭哥上寢 現在 總之欠你 希望你可以完成 聽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已經覺悟了 以後我們再也不會去騙人了 鐵頭哥 阿嬤 真的是很對不起 其實我早就想這樣騙我的錢了 不是 妳在找那個時候 我老公 還要騙我的錢 可是妳要找那個時候 我留一個五千塊 可見妳們是很善良 一定有補伴她的口調 我不知道要我们炒头跟你做一个朋友 不一定你这种人可以做我的媳妇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不 您现在已经向我 就是表示您改革主持 我们人不要看过去 我们就来看将来 您现在跟我们炒头做一个朋友 也不断了 可是 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怎么这么快 阿姨 那个做幼灾的吗 你教那个做幼灾 不教那个我们家做警察 你眼睛明明是去过头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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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在你干扣了 救得不去 新得不来 说不定铁头马上可以交到一个更好女朋友 来 加油 预祝你第32次的相亲 成功 对啊 我的结婚基金全部都要回来了 52万 你还怕我找不到老婆 我不是在玩好街 本来你这五十一万五千块 为了我给你安排这个相亲 鸡蛋五千块 你这五千块不就要向我 因为我为了这个相亲 蓋过锅 卡电池 那要花很多钱的 你先去客厅看电视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要不要我帮忙 你们男人总会碍事 去洗手啦 去吧 不好意思 你用 你用 喂 你们让那个住在家里不是很奇怪吗 那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这本来就他们家 他们又不会妨碍我们 没钱还可以帮我们看房子 不是很好吗 说真的 你的运气真的很好 随便扭两下 就可以赚到这两千万的房子 扭两下 你还扭啊 他刀子掏出来的时候 我差点下来尿肚子 还好买卖契约牢牢地放在口袋 没有掉出来 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算他一栋房子也是应该的 这叫做因祸而得福 这种福啊 我才不要的 没事家里还要养他的鬼老婆 我跟你们讲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鬼会牵鬼啊 这要是多来几个怎么办 两半咯 反正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有什么好怕的 楼下的厕所被鬼在 我到楼上好不好 number 看见 来 对不起 要不要 我到楼上好 那楼上了 你不要 我到楼上了 我到楼上了 有什么 你不要 我不当天 我到楼上了 我到楼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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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